二零四大選倒數五十天 民進黨總統參選 賴清德他的副手蕭美琴 今天回到娘家立法院 與麗拼連任的黨籍立委展現團結 喊出希望國會過半 而今天民進黨不分區的立委參選人 也到中選會完成了登記 對於藍白公開協商破局收場 賴清德競選辦公室呼籲對手 要儘快提出政策 對選民負責 二零四大選倒數五十天 民進黨啟動護國海困號 宣傳車巡迴計畫 從高雄左營出發 總參選人賴清德的競選總幹事 潘孟安表示 宣傳車將跑遍全臺 傳達國防自主的決心 也要藉此爭取民眾支持 賴清德副手搭檔蕭美琴 則回到曾擔任 四屆立委的娘家立法院 換上競選夾克 和平連任的黨團成員 展現團結氣勢 喊出國會過半 民進黨部分區立委參選人 包括競選基金會執行長林月琴 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所長 沈柏洋演員郭玉琴等人 在截止最後一天由黨秘書長 許立銘陪同前往中選會登記 賴清德是以副總統身份 出席台北國際金融博覽會 深圳金融業也是護國產業 協助推動臺灣各領域發展 並期許未來達成四大目標 我會來打造一個穩健發展 而且是堅持強烈的金融體系 一個目標是亞洲的資產管理中心 而賴清辦指出 藍白陣營近期的紛亂帶給社會莫大困擾 終於正式落幕 期盼未來選舉 能夠回歸正軌 呼籲對手 趕緊提出政策才能對選民負責 解綜合報導